范冰冰7日哺乳照曝光,孩子生父大白,网友,看你怎么赖账。 范冰冰的人生才叫做圆满,人长得漂亮,拥有爱自己的未婚夫李晨,甚至过注不需要豪门的女星生活。 当然范冰冰也利用自己的资源,竭尽全力地帮助弟弟和未婚夫李晨去完成梦想。 可在这一切的背后,范诚诚的身世也同样被关注。 范诚诚如今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,对于很多人来说。 最近,范冰冰7日哺乳照曝光,孩子生父大白,一些网友表示,看你怎么赖账。 弟弟比自己小了19岁,暖男,经常会哄女孩子开心。 于是网友纷纷展开猜想,认为这一切都和大老红金宝有关。 照片中的范冰冰抱住一个孩子,画面十分和谐,能看出来那时候她只有20多岁。 还被媒体拍摄到同进同出,要说没有些私人关系,是不会有人信的。 为啥这么说呢? 红金宝曾经在北京给范冰冰买下房产。 加上范诚诚小时候太胖了,脸蛋圆圆的,这又给网友制造了无穷的想象空间,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 据了解,范冰冰冰这张照片是在拍摄苹果的时候,剧情需要才产生的,并且红金宝和范冰冰只有一面之缘。 因为范城城市超生,那时候还没有全面放宽二胎政策,在相关部门,范城城有记录,还接受了一笔不小的罚款。 我们都知道,张艺谋曾经因为超生,被整整罚款将近七百万,看起来范冰冰也没少拿钱,毕竟这是自己的亲弟弟。 爱是年代久远,传著传著,假的也会被大家当作真的看待,就这样范冰冰背了黑锅,试想一下。 如果说范冰冰和红金宝没有暧昧关系,那不可能,但是说有孩子,同样也是不可能的,在娱乐圈打拼的明星,哪个不是人精,会给自己留下把柄和隐患呢? 感谢观看